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头条历史 我是头条主播欧阳真知 一个政治家很少会不愿听真话 有时还会在公开场合 语重心长的鼓励人们讲真话呢 但由于个人的品德观念 办事风格 更由于制度和所代表集团势力的上升或没落 很多时候恰恰就听不到真话 甚至走到不愿听真话的地步 听不到真话意味着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在死基础上进行决策 当然存在很大风险 蒋介石就是一个非常不愿听真话的政治领袖 而且蒋介石不爱听真话 那是出了名的 据传 抗战时期 国民党内部有许多高官都私下认为蒋介石 刚愎自用不爱听真话 面对蒋介石的发问 若无坏消息 那自然最好 若情况略有不妙 也一定不能说真话 至少不能把真话说全了 国民党内部官员 尤其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 明哲保身的功夫 一个个都练得如火纯青 但是有一个人在国民党内的军人中算得上是在蒋介石面前最肯说 同时也是最敢说真话的人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敢在蒋介石的面前大说实话呢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蒋介石到底有多不爱听真话 据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冯友兰回忆 抗日战争时期 他在西南连大 但每年总要到重庆去一两次 凡是从别的城市到重庆的比较知名的人士 蒋介石都照例请吃一顿饭 冯友兰差不多每次到重庆都会接到送来的请帖 每次吃饭 大约有20人 坐中常有别的城市的头头 由于蒋介石看见这些人总是问 你们那里现在怎么样 如果回答说很好 他就不再问了 如果回答说有些问题 他就追问是些什么问题 回答的人如果有些话说的不合他的意 他就发怒 有时还当面斥责 要知道蒋介石虽然表面上笑容可居 看上去瘦瘦弱弱的 一副肉不禁风的样子 但实际上他性情急躁 好发脾气 一不称心就要骂人打人 一拳一脚非常的熟练 他的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竹培基 就是长挨蒋介石骂打的对象 所以那些去参加吃饭的领导和头头 都是战战兢兢的 经过几次这样的场面 大家就发现一条规律 那些善于做官的人 如果蒋介石问他所管辖的 那个地方的情况 总是说很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 最容易 最保险的回答 说一个好字就过去了 假使回答说有问题 甚然之于还要说有什么问题 要对那些问题做一种分析或请示 那就麻烦了 不但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可能还要受到斥责 久而久之 每当有人被蒋介石提问 会下意识的报喜不报忧 还有一次 1942年 由于日本侵略连年战争 再加旱灾 河南省发生了大饥荒 据后来回忆 当时飞黄碧天 也无青草 灾情惨重 人民脉儿育女 国民党政府以影响抗战士气 妨碍国际视听为由 对灾情实行新闻封锁 同年秋 河南省推举三位代表 到重庆陈述情况 呼吁救灾 当时他们也打算 见见全权在握的蒋介石 但蒋介石拒见他们 而且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 宣传灾情 1943年2月初 重庆大公报相继发表通讯 遇灾实录和社论 看重庆念中原 被蒋介石勒令停刊三日 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说什么 赤地千里 哀红遍野 嗷嗷待哺 委员长就骂是谎报烂调 并严令河南争搅不得还免 蒋介石的刚愎自用可见一斑 到1943年3月底 当美国记者白修德从河南考察归来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 他还矢口否认 故作惊讶 而蒋介石这样的态度也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下级瞒报谎报的风气 比如说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为了向上邀功瞒灾不报 等灾情发展到1942年秋天的时候已经十分严重了 不仅国内记者纷纷报道 外国记者也到灾区深入了解 为堵塞外人非议 国民党政府此时才派两位大员到河南视察 路上见有灾民在包树皮 一位大员还说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 其实包树皮的事早两个月已经开始 且各处都有 后来两位大员把缩小的灾情报蒋介石 他在据此决定救灾的方案 从中不难看出 国民党内部官员 尤其是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官员 明哲保身的功夫一个个都练得如火纯青 那么在国民党内的军人中 最敢在蒋介石面前说真话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张志忠 张志忠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蒋介石对他有之欲之恩 而张志忠也是从1924年就开始追随蒋介石 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 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 更是为中共的问题 对苏联的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 张志忠曾经说过 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 而在军人当中 我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我们都知道蒋介石非常喜欢兼职 抗战中期一度兼了行政院长 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 蒋介石又要兼四川省主席 根据张志忠受益基要秘书于战邦为他写的一本自传式的回忆录 《张志忠回忆录》中记载 对于蒋介石想要兼任四川省的主席这件事 张志忠立言不可 说 第一 做的好是应该的 做的不好有损微信 第二 你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 主席决定的是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 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 第三 中央人才多 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该不成问题 蒋介石说 因为没有人 虽然蒋介石这么说 但是张志忠和陈布雷都认为不可 像七条陈立必无效 但蒋介石还是自歼四川省主席 蒋介石每次去成都 他和陈布雷都要随同 实在是名不正理不顺 以至闹到他和陈布雷要同盟罢工的地步 去了成都两次之后 蒋介石也意识到大家对他主川的态度 这才辞掉 抗战时 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 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 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 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 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治局 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 蒋介石在签诚上写下字间 张志忠见了不客气的签上一条 这个运输统治局 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 可由何总长兼之 蒋介石无言以博 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 张志忠不仅在蒋介石面前赶讲真话 处理事情也是十分得当 蒋介石性格极躁 一次外出 蒋介石见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 其中一个穿的便服 蒋介石命令把那个人抓来 侍从副官奉命办了 蒋介石批示 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 副官将那张批示送给张志忠看 问怎么办 张志忠说 我负责任 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 张志忠在蒋介石的批示后 加上一批 此人有无死罪 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 同时 他电告军法总监说 这不过是委员长一时动了气 非了得的事 关几天就够了 有什么事 我负责任 过了两天 宋美龄请张志忠去 一键问他 文白兄 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 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 并没有犯罪啊 你想想办法好吗 张志忠笑着 把处理经过告诉了他 宋美龄欣然表示同意 说到这里 一定会有人问了 张志忠为什么胆子这么大 敢逆着蒋介石的性子 说话做事 这其实和他与蒋介石之间的 特殊关系有关 张志忠与蒋介石 都出身于保定军校 蒋介石 一业于清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张志忠民国五年毕业于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他们两人是先后同学 后来张志忠正在 贵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 他对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结成拥护 蒋介石在那个时候 是黄浦军校的校长 他从保定同学口中知道 张志忠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蒋介石本想邀请张志忠到黄浦来 但是党代表廖中凯考虑到贵军 滇军 乡军等军事教育机构合并到黄浦军校的决策 不能仓促从事 需要有个酝酿准备的过程 于是 廖中凯就对张志忠说 贵军军官学校总得有个人负责 你暂时可不到黄浦军校来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 仅发表张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 在黄浦军校召开各种军事训练会议时 张积极参加献祭献策 初步得到奖的赏识 1924年底 贵军军官学校刚结束 黄浦第三期学生开始入伍 蒋介石便把张志忠调为入伍生总队任代理总队长 1925年2月 广东军政府第一次东征 讨伐陈久明 蒋介石自任东征军总指挥 调张志忠东征军总部上校参谋 相赞指挥军事 双方军队经过激烈战斗 东征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张志忠因此立了战功 不久 国民党党军第二师成立 蒋介石自兼师长 以王茂公为副师长 张志忠为参谋长 兼广州卫书司令部参谋长 蒋介石先后委任张志忠为航空局局长 军事处处长 航空学校校长 黄浦军校第四期入伍生团长 不久 国民党黄浦军校特别党部改组 张志忠被推选为执行委员 黄浦军校在一二三七的基础上成立军官团 张志忠又被认为军官团团长 至此 张志忠一身兼八项职务 蒋介石对张志忠的重用可想而知 在接下来的北伐过程中 北伐大军直逼武昌城下 蒋介石更是带着张志忠亲临城下指挥 赖将士用命 把吴佩服的主力击溃光复三镇 如此看来张志忠也绝对是有资格 在蒋介石面前讲真话了 在解放战争中 国民党一路败北 虽然张志忠已断定蒋介石必败 战与和都无济于事 但因与蒋关系太深 不忘之欲之恩的观念 紧紧束缚了他 一时解脱不出来 可惜的是 由于张志忠坚持主张国共和谈 而蒋介石则是坚持抵抗到底 1949年4月1日 张志忠率领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 飞赴北平参加国共和谈 这是张志忠毕生参加和谈的最后一次 张志忠与蒋介石的关系到此结束 最终没能走到底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欧阳的观众朋友 还请不要忘记为欧阳点个赞 并关注头条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取消两件事